梁國雄議員 主席 講回剛才的問題 用平均數去處理窮人住屋的問題 我覺得是不合適的 因為政府絕對不可以這樣做 尤其是你們都認為是必不可笑的福利 你們在討論工資問題的時候 你們會說香港的工資其實不太低 因為有些是社會性的工資 香港的窮人是有房屋的津貼的 所以他們拿得低薪金其實都可以過到生活的 是你們說的 我真是想請教你 如果你們是真的改了一個模式 是說沒有一個人是少過三年上樓的 以你們的看法 我們需要多少土地呢 我可以指出 治安心的土地 不是要來做公屋的 是要來給人上樓的 我經常踢球的山谷村那塊地 你收回的時候就說建公屋的 又不建 那你 你沒有了一個調轉來的施政的目標的時候 你怎會找到土地呢 這就是你的責任 即是說 房屋及運輸局局長的執政範圍 即是說如果我是希望三年沒有一個人漏亡的 他一定可以選到樓的 那你需要多少房屋 你倒一轉便算到多少土地 那實際上 你有沒有跟特首說過 因為特首太忙 掛著選屋 不要心機聽你說 這個就是關鍵 你有沒有跟他講過 給局長答 局長 主席 這個好像我剛才解釋 就是自從長遠房屋策略調整以來 我們都是用這個目標去做我們現在的工作 亦都是經過房委會裏面的討論 我們現在整體的工作 即每一個每年延展的我們建屋 都是照著這個目標 那當然你說目標的調整 那一定有它的影響 但我想解釋給議員聽 其實在那個整體的土地規劃 我們是有和發展局和規劃處是有一個機制的 那香港整體的規劃都有它的平衡發展的需要 那在土地的供應那方面 我們其實就是很努力 就是希望是 就著是適合起工一個土地 我們都會盡量去爭取的 那在這一方面 我們都得到規劃處那個協調和工作那方面的配合 或者我請主長去解釋一下 其實我們怎樣去在整體這個機制那裡 拿到我們需要的土地 規劃處長 謝謝 我正在找規劃處長 你請說一下 補處長 可能是比較容易做的 因為我實際上擁有工作 在政府的工作 通過公司的建設計 我們每個月聚會 去查看房屋計劃 我可以說 我們已經維持了土地 在接近五年 我們現在維持了土地 在六、七、之類 所以我們一直維持了很長時間 我們要看房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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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會看房屋 公司的公司 we're also looking more strategically at issues that again have been announced such as future land supply in terms of reclamation in terms of looking at underground replacement for sites that could then be made available for other use the other thing I want to mention is that we also make a big effort to look at our own housing stock and I think the member made the point that we are also sitting on a certain amount of existing stock which is older than 40 or 50 years some of that has potential for redevelopment and we will look at the redevelopment opportunity if there is a development gain then we will look at that to bring that into the program so we're not just looking at new sites we're also looking at existing sites that could be put to much better use and it has to be looked at 5,6,7 years ahead it can't be just for this year 主席 這樣說法 一是說現在特首競選那兩個人說謊 一是呢? 因為他說參法 社會就沒有問他怎麼找 你現在親自給我一個證詞 其實你們是找不到的了 因為很多事情是要照顧 你的意思 其實真不指名就是那些人吹水 我就覺得他們未必是吹水的 所以問題就是在於 我始終是 我監察你就是 你覺得 解決香港低下階層 住屋是不是 政府應該首先去做 我知道有很多選擇 因為 我舉個例子 主席 我真的沒辦法不說 你搞這個前海和河濤 是做六大產業的嘛 你是看到 香港如來這麼大塊的土地 去做這件事的嘛 你們是bear in mind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 本會問你 為何你們三年都做不到的時候 你說我沒有土地 那你這個政策 真是實行 好了 梁國雄議員 多謝你了